航母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 美国就是因为拥有世界近一半的航母 才敢四处挑起事端 很多人肯定会觉得 如果在实战中遇到航母 直接将其击沉不就行了吗 然而自二战结束至今为止 还没有任何一艘航母在海上被击沉 那么美国航母究竟有多强 我国有能力击沉美航母吗 美国现役的航母 美国现如今是航母界的老大 全球一共23艘航母 它独占11艘 最早的是尼米兹级的 一共10艘 这批航母吨位非常大 有10万吨 全长300多米 可以在80多架战斗机 而且它们都是核动力的 意味着可以在海上待很久 不需要补给 防护能力也非常强大 舰体采用X型钢板 舱室区域有装甲 又配备先进的灭火设备 即使被敌人攻击 也可以快速恢复战斗力 后来美国又造出了福特级 这可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母了 有超强的作战能力 所以想在战争中一下子击沉美国的航母 真的非常非常困难 它的体积太大 又有顶级的防护 即使重弹也可以迅速修复 美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不断改进航母技术 它的航母现在可谓是万里无一物可以匹敌 真正体现了海军强国的实力 而且先不说航母自身的战斗力 就连它身旁的那些保镖都不是好惹的 航母护卫 整个航母战斗群少说也有十多艘大船作为护卫 跟在它周围保驾护航 这些护卫船上装备着各种高端防御系统 雷达定位、导弹、对空炮、任何对航母有威胁的东西一出现就会被它们秒杀 你的导弹还没来得及飞出去 人家的防空导弹已经来拦截你了 一旦敌方导弹发射 美舰上的防御系统立即启动 拦截并反击 小国甚至连最外层都很难突破 最关键的是 航母上还停着至少60架战斗机 这就是它的空中屏障 谁要是敢来偷袭 这些战斗机秒启动、起飞 直接把敌人从天上轰下来 你说老美的航母天天飘在海上 这不好找吗? 错了 美国航母超级会跑 它平时就是在大海上兜圈子 你指望用导弹打它 得先把它定位好才行 除非你天上有侦察卫星24小时跟踪它 不然很难对准它发射突袭 最重要的是 美国航母设计的非常巧妙 它用双层船体 船舱之间还用水密隔舱技术 就是说哪怕某个部位中弹了 也不会影响到其他部位 整个航母还可以继续作战 关键部位如弹药舱还有特别的装甲防护 要把美国航母击沉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但是世界上能对航母造成威胁的武器也不是没有 哪怕不能击沉 也能让其失去原有的作战能力 航母杀手 先说导弹吧 东风21D 东风26 射程远达上千公里 携带重型弹头 一般军舰估计扛不住 但是美国航母又大又坚固 东风导弹一两发炸不沉塌的 你得像下饺子一样 同时射几十发东风导弹才行 这得配合许多发射基地协同作战 不太现实 水雷也不太靠谱 美国航母又大又先进 设计了好多防护舱室 就算踩中水雷也坚持得住 现代航母还配备各种探测系统 扫雷系统 很难被水雷偷袭到 最头疼的还是潜艇 超进音潜艇配合先进鱼雷 威胁最大 不过现在航母也有各种声纳系统 反潜巡逻机 不太好对付 潜艇想偷袭航母也得有非常高超的水下作战能力 光有先进武器还不够 所以说想击沉美国航母不是件容易的事 它体型巨大 防护力强 又有非常完善的防御系统 要配备各种先进武器 还得有出色的作战计划和协同作战能力 才可能成功 不然美国航母就像海上的堡垒 你朝它打 它还能打回来 最后吃亏的还是打它的那方 所以大家还是别老想怎么击沉航母了 打仗没好处 而且就算真的击沉了航母 最后的代价也是十分沉重的 核污染 航母那个核反应堆装的燃料够它用好几十年 如果被我们一发导弹击中和泄漏肯定避免不了 会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 这种污染可能扩散至更大范围 影响长久而难以清除 其次人类健康将受到严重威胁 因为所有生物体对放射性物质都极为敏感 放射性核素进入人体后将持续释放射线 对组织造成伤害 可能导致癌症等严重疾病 而且基层航母有战争扩大的可能性 美国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搞不好会派更多军队过来 战火还会烧到日韩 那我们周边这一片就全乱了 最糟糕的是万一又引爆了世界大战 到时候苦的还是我们这些老百姓 但是我们也不能示弱啊 要敢来就敢打 这是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任性 结语 航母击沉是一项极为严重的行动 可能引发核泄漏 战争扩大和心理影响 在考虑这一行动时 必须认真考虑其后果 并采取预防措施 以减少对环境和人类的影响 同时 我们也要警惕可能引发的战争危机 尤其在国际关系和军事力量的背景下 务必谨慎行事 现在最重要的是和平解决问题 但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注释 如涉及版权或者人物侵权问题 请及时联系我们 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如有事件存疑部分 联系后即刻删除或做出更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